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美女被男人们害惨的经典影片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松子从小得不到父爱 父亲偏爱卧病在床的妹妹 为了讨父亲开心,他学会了做鬼脸 他一切都按照父亲的安排去努力 最后当了一名教师 一次郊游时,学生阿龙偷了商店的钱却不承认 好心的松子自己店钱还给了店老板 结果店老板把这事告诉了校长 校长大发雷霆 松子找来阿龙让他承认 但阿龙却对校长说松子威胁他顶罪 结果松子被辞退 刚开始交往的男教师也离开了他 松子恨这个世界,恨妹妹夺走了父爱 他愤然离家出走 这年他23岁 之后他找了个作家同居 作家号称文曲星转世 神经兮兮,穷困潦倒 对松子动辄打骂 甚至让他去当御池女郎赚钱 但松子却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还厚着脸皮跟弟弟要钱话 弟弟嫌弃地把钱扔给他 说父亲在他出走三个月后 脑溢血死了 让他以后不要再和家里联系了 之后作家因精神错乱 卧鬼自杀 松子以为自己的人生完了 但因为他唱歌好听 半年后找到了一份唱广告歌曲的工作 而且还成了另一位作家的情人 有了爱情和事业 人生一下子明朗起来 他忍不住尾随那作家 到他家里敲门洋装问路 看到对方的丑气后 他很高兴以为自己可以上位 但那作家气急败坏地说 他妻子开始怀疑他了 他跟松子在一起 就是为了报复那个卧鬼自杀的作家 因为他们是竞争对手 其实他根本不爱松子 松子精神崩溃 去做了夜场女郎 努力学习行业技巧 坚持锻炼身体 终于成为头牌 但渐渐的年轻女孩开始受追捧 松子这种成熟型的渐渐失宠 最终他被辞退 这年他26岁 他回老家祭拜父亲 发现父亲每篇日记最后 都写着没有松子的消息 他才知道 父亲也是深爱自己的 妹妹见到姐姐回来 高兴地抱住他 但是他就仓皇逃离 他在河边溜达时 被人搭讪 他就随那人回家 并且跟他同居了 他已经无所谓了 只要不是一个人就好 他还拿出积蓄 跟那人合伙做生意 哪知那人却用他的钱养小三 他跟那人要本钱散伙 那人不给钱还殴打他 松子毫不犹豫 用刀杀了他 松子想自杀 但被一名理发师揽下 理发师给他理了个全新的发型 他感觉自己焕然一新 于是就跟理发师同居了 每天帮他打理理发店 感觉生活又充满了阳光 但最终警察找到了他 他被判了八年 在监狱里 别人都自暴自弃 松子却积极锻炼身体 学习美发技巧 他梦想着出狱后 和理发师一起生活 34岁的他 出狱后去找理发师 却发现理发师早已结婚生子 他只得黯然离开 之后 他去做了一名理发师 并偶遇了育友泽村 泽村出狱后拍起了A片 两人成了好姐妹 之后 泽村发现松子不去理发店上班了 上门去找 才知道松子跟一个小混混同居了 可笑的是那小混混 正是当年偷钱 害他被辞退的学生阿龙 阿龙偶遇松子 说当年是因为喜欢松子 才故意伤害他的 而松子竟然信以为真 泽村劝松子离开阿龙 但松子却说 就算是摔到地狱最底层 也要和阿龙在一起 这就是他的幸福 泽村愤然离开 松子对阿龙说 既然你不能不做混混 那我也做个混混好了 之后他去做了女混混 跟不同男人上床 还帮人送毒品 某天阿龙拿老大的钱 赌博被追杀 他打电话让松子快逃 松子跳窗逃跑 摔断了一条腿 他跑到旅店 找到了浑身是血的阿龙 毒里的人将他们堵在旅店 阿龙说要吞药自杀 松子毫不犹豫的吞下去 但阿龙却怂了 最后只好打电话报警 结果阿龙被关进监狱 松子一心一意 等阿龙出狱 只等到40岁 但阿龙对松子满含愧疚 他不想再祸害松子 所以出狱后 他打倒松子逃走了 当天他就因为暴力伤害 再次被抓入狱 在狱中 他虔诚地信了上帝 他认为松子就是自己的上帝 松子回到老家 见到了弟弟的儿子 小侄子很喜欢他 但弟弟赶来拉开儿子 说妹妹已经死于肺炎 临死时还叫着松子的名字 弟弟送松子去了车站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松子哭着下车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一丝温暖 他找了一处公寓住下 从此不相信任何人 拖着被摔断的腿 每天就是使劲吃喝 不化妆 也不打扫卫生 成了个肮脏的胖婆子 接着他又找到了精神寄托 喜欢上了一个少年歌唱组合 拼命给他们写信 每天等待回信 却没等到一封回信 51岁时 他精神出现问题 成了又老又胖的疯婆子 53岁时 他去医院拿精神药物 又碰见了泽村 松子拼命逃离 此时的泽村 已经是一家影业公司的老板 依旧在拍A片 他看松子如此落魄 硬塞给他一张名片 说自己还缺个发型师 松子扔掉了名片 精神恍惚中 仿佛看到了妹妹的脸 他抄起剪刀 给妹妹理了个短发 忽然他感觉自己心里 还有一丝希望 他想重头再来 于是他跑到河边 找到了那张名片 想联系泽村做理发师 他只返回途中 他赶一群孩子赶紧回家睡觉 却被孩子们追上来 一顿乱棒给打死了 松子的弟弟 让儿子来给他收拾房间 松子的侄子通过各种渠道 了解到姑姑坎坷的一生 还见到了刚出狱的阿龙 也来寻找松子 当得知松子已经死去后 阿龙疯狂的殴打警察 为的就是再进监狱 因为他的上帝已经死了 松子唱着儿时的儿歌 一步步走向天堂 妹妹在尽头向他招手 所有他经历过的人 在不断闪现 他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扭头就看到了自己的父亲 这就是松子的一生